上周港股大幅波动,周一一日总算暂时回稳,恒指反弹于400点,几大中资科技股反弹,到底港股这浪调整完没?是很多股民关心的问题。 首先,不者认为,港股没可能因为股票印花税这件事要完结。一来如今港府只是建议,最终是迷实施,不无变数,二来港府在并未有咨询交易所和业界之下。 提出加股票印花税的建议,显然是觉得咨询了北水代表后,觉得不影响大客南来投资,就一于小理,照提建议,其他的参与者都得跟随。事实上,如今北水已成港股主角,而这些北水所追求的目标往往,是高双位数甚至倍数升幅的回报率,哪会介意多付哪双边各0.03%的股票印花税率。 但当然,大家又会问,香港金融业是不是只重视北水意愿就可以?是不是不用考虑长远竞争力,反正依港府现行的管治机制? 问责制不用问责,历界政府都紧想自己任其作为,哪会真心考虑香港长远发展? 香港人只有认命,与其劳气,倒不如多努力把握市道赚点钱保障未来更实际。 回说港股走势 其实,港股32,000点是一个大关。 2月急升后借消息调整不意外,指示幅度和时间来得较大较快而已。 做定两手准备。短线若能手稳29,000点整固。 则3月贵减表现不用过于悲观,若反弹过后29,000点又再失手。 则而代回市27,000点关再分注收集。 预计3月新股市场不冷清。 市况太差的话并不利集资活动。 亦不利经济复甦步伐。 顾暂而以调整市看待上周的跌市。 不用心灰。 反正中观中港金融战略协调发展基调未变。 大好形势未见大逆转。 有贵货在手这一刻自然闭藝。 但最紧要保持战斗力。 密切留意调整市的底部支持。 把握到转向点。 翻盘总有希望。